Odia Jungle 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美国将杜鲁门号打击群调入地中海,不仅是为了监视俄罗斯和叙利亚动向,更是为了遏制俄罗斯黑海舰队。 须知,俄黑海舰队一直担任的是地中海和黑海方向的防御任务。 由于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力量不足,一旦面临大战,俄黑海舰队便可通过地中海增援叙利亚。 所以,美国将杜鲁门号打击群调入地中海,绝不是仅仅是为了监控俄序联军动向,更能一举掐断俄罗斯增援通道。 此,前,美军已将22架战机,部署在了土耳其某空军基地,也就是说,无论是空中打击力量,还是海上打击力量,美国的准备十分充足,对叙利亚和俄罗斯而言,除了做地面部署,以及防空准备后,更应该想法分加其海空力量。 倘若美俄爆发正面冲突,俄罗斯叙利亚不至于在军事上陷入被动境地,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美国发起对叙利亚的第三轮打击,似乎是在避行,而俄爆发正面冲突的概率不断加大,更糟糕的是,美国阵营还在不断扩大,除了因法之外,以色列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一口,而沙特打算组建一支多国部队进入叙利亚。 如此一来,俄罗斯的境地越来越糟糕,值得注意的是,美国于日前指责俄罗斯阻挠进化5调查人员,进入叙利亚杜马镇,有分析认为,这是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打击,而寻找借口。 同时,这也暗示着美军可能下一步会与俄罗斯交锋,总之,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击,早已是蓄谋已久,现在既然已经动手,那么美国绝不会空手而归。 即便俄罗斯此前一直警告美国,不要再做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,否则将会导致局势动荡,但美国显然不会当回事。 这次不仅要玩火,还可能将战火烧向俄罗斯。 神坎话题,美会不会向叙利亚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? 请各位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,更多精彩内容,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。